13节,那我们一起来将这13节的圣经我们先读一次,好吗? 好,预备,起 好,预备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作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兴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常者着,术说,我凭着我们的永生起誓,万失必向我跪拜,万口不敬, 万不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及弟兄放下半脚跌人之物。 我们做一次,我们低头来祈祈祷,所以我们做一次在你面前仰望祷告你,要神你自己亲切地帮助我们,去明白神你的心意,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叫我们所行的,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都要用到电脑的了,而在电脑里面,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些博客的讨论区,如果你看到这些讨论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特别的,因为在讨论区里面,很多人都很坦诚,告诉你很多心里面的事,因为可能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人是谁,甚至你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很坦白地说出来, 甚至如果你看一些基督徒的讨论区的时候,就更加精彩了,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在基督徒的讨论区里面,有很多人,无论是基督徒好,不是基督徒好,他都有很多很独特的意见,特别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对评论基督教的观点的时候,是很有趣的,我觉得有两个很特别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他其实不是很了解真相,又或者,这个未信者其实对基督教不是很形式,不过他很想表达他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于是你发觉到他很多时候说,圣经没有这么看,不过如果你真的看圣经,你就发觉到,圣经已经说了,很明确地说了出来,有时他就说,基督徒这样看,基督徒这样认为,那你再看清楚圣经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哎,圣经其实都没有说过这件事哦,你发觉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不太了解实情,不过又这样说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会有很多那些人,在外面的人,他会认为一帮基督徒是一帮很固执的,是不听意见的,是没有思考力的,人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的人, 所以于是呢,他们就这样评论,他说基督徒也是同样不接纳别人挑战的,因为呢,你每次挑战他的时候呢,他就只是跟你去辩论过的而已,所以有些人认为呢,基督徒是一成不变的,每个都是倒模做出来的,每个都是这么硬颈的, 不过如果当你说,哦,不是哦,基督徒的教里面呢,其实很多的看法,大家都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立场的哦,那你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又会就算告诉你听,哦,基督徒也不能够一致的,既不能够一致的话,基督徒怎么可以信呢,那样,你发觉到,原来在社会里面,他们很直接地表明了他们不同的立场, 虽然呢,我这样说的,这个教里面呢,我们或者不同的群体呢,都有些比较固执一点的,有自己的立场的人,但是在普遍里面,我们这样说的,其实,我们没有绝对化我们的意见,即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回到来教会,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你有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绝对化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仍然, 在做几样东西的,其实,在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认识的时候,我们仍然尽力地了解,我们仍然在寻求真理,即是在现在一刻里面,你仍然是不是拥有所有真理的,你既然没有拥有所有的真理的话,你仍然是认识真理的一小部分,既然你认识一小部分的话,所以我希望你仍然都是继续地寻求,探索,究竟神给你认识, 所以我们仍然是探索真理,我们不是固执几件的,而且你都发觉到,我们虽然说,我们教会是在独立教会,所以我们叫基督分堂,在外面,你知道有证信会,有圣经会,有其他不同的教会的宗派,是,我们不同的宗派,其实有少少立场不同的,不过呢,我们会这样说,我们都接纳其他基督徒,可以接纳其他教会,甚至我们会接纳其他宗派, 所以我们接纳不同的看法的信徒,所以你可以见得到,在不同的看法里面,我们会双交,我们会吃饭,我们约一起去玩,一起聊天,对不对? 你都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仍然会双交,会有接触的,所以其实,在我们当中,你要明白一样的,在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仍然能够相处,因为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14章到15章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要带出来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重点,就是宽容接纳,这种宽容和接纳就是说,原来在我们生活里面,在你每日和人相处当中,都有人不同你的看法的,其实这个很普遍,但是不同你看法的情况里面,原来我们仍然能够和平相处,所以在罗马书在这个保罗里写的时候, 去到这个14章,它就很强烈的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再看的情况,14章第一节,它就开始就这样告诉你了, 因为根据最新的一本,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怎样接纳? 那它就教了你的方法的,信心软弱的人,你觉得它不行,你觉得它的信心软弱的人不清楚,你觉得它不好,那你可以当它为,认为它是信心软弱的,它仍然是信主的, 不过,没有因为意见分歧而振乱,那你就发觉,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意见分歧, 原来在罗马书,保罗写的情况里面,它都告诉你,原来不只是今天的日子里面,人是意见分歧, 在保罗的时期里面,人都是意见分歧,而意见分歧里面有几个意思, 那教会里面,因为他在写这个罗马书,就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容许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呢?又或者说清楚一点, 其实有没有一些事件,是可以叫做可争议事件,可分歧的事件,可以不同看法的事件呢? 这个就保罗在今天里面,他想要针对,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保罗会带大家给你看到一个信息, 就是原来基督教的观念,概念不是一切都是黑和白, 不是正确和错误,甚至不是真与假的范畴, 有很多的范畴,其实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可以两者共存的,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有很多的观念里面,是有不同的观念, 是容许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他容许一个的观念就是告诉你, 弟兄姐妹,原来可以欢容,可以接纳,这个是重点, 所以你看到,他就开始提到一些问题出来了, 饮食,有些人吃肉,有些人不吃, 你说基督徒应该吃肉,跟着近年就开始很流行吃素, 吃素的人就好像找到经文给你的, 人什么时候开始吃素? 应该这样问, 倒回来,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肉? 人犯罪之后才吃肉,之前是吃素的, 其实他没有说的,没有清晰的, 所以解释得那么清楚, 不过有些人觉得可以吃肉, 有些人觉得不可以, 但当时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更深的问题,我第一次先处理, 其实也讨论安息日, 有些人觉得要守安息日, 所谓圣日, 有些人觉得当时安息日只是犹太人, 他们一向的传统,所以守安息日, 我不是犹太人, 因为那班人犹太人, 他因为信了耶稣, 就将自己的传统带入来, 我不是犹太人, 我没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就不需要跟他们的方法了, 所以你发觉到, 究竟要做值不做呢? 其实吃不吃肉呢? 不是单单吃不吃肉的那里, 他在说当时的肉有一个特色, 就是所有的肉一定要拿去神料献祭, 献完给神料的神之后, 才拿那些肉出来, 就卖给大家, 所有的肉在当时来说, 都是已经献过偶像的, 就是肉来的, 所以吃不吃呢? 现在简单来说, 拿去皇大师庙拜过了, 然后你家人拿回来, 喂, 吃咯, 你吃不吃呢?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的目的, 其实不是告诉你, 吃完不吃的, 罗马书十四章也不是告诉你, 应该受安死值不受安死人, 罗马书甚至不是告诉你, 那样可以做, 那样不可以做, 那样可以做, 那样不可以做, 都不是说这些东西, 罗马书十四章, 是今天要告诉你, 一个好序讯息里面, 它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总决来说, 容许那些跟你有不同方式, 看事物的人, 数字性的人, 即使你不同以他的意见, 不过你可以接纳这个人, 所以人同事你要学会分开, 这个罗马书保罗很强烈的一个意见, 人同事分开, 你可以和这件事件你不认同, 你可以和这件事件你不认为这样去做, 不过保罗很强烈就说, 他说, 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学会, 宽容, 接纳, 因为神仍然爱你, 爱我, 神仍然接纳你, 亦都接纳我, 你会上天堂, 我都会上天堂, 即是说, 今天你咬不够数, 上天堂继续咬下去吗? 他说, 不是这样的, 所以保罗看了一个好序讯息, 罗马书就说, 原来是可以忍耐宽容, 可以接纳不同的东西, 那问题就是, 哪些可以忍, 哪些不可以忍, 哪些可以接纳, 哪些不可以接纳, 哪些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哪些一定有这样的看法呢? 原来保罗看的情况, 他就说, 有些事是基要的, 有些可争议的, 就是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那边, 就告诉你, 原来的基要是什么? 就是关于你救恩的问题, 有些是无法争论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这件事, 你的信仰就没有意思了, 你没有了这件事, 你的救恩也没有意义了, 你没有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信与不信, 没有关系了, 所以保罗就说, 你要明白, 耶稣基督是神, 他不单止降生成为人, 是神来的, 他告诉你, 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唯一救恩, 天下人间没有刺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的了, 是唯有信耶稣得救, 不是靠自己做得好, 不好, 你要得救, 是靠信耶稣得救的, 不可以靠其他东西得救的, 他就告诉你, 圣经是权威, 作为今天基督徒, 我们在所有的事情, 对不对, 对与否, 应该这样做, 值不应该这样做, 最高的权威不是教会, 最高的权威也不是牧师, 最高的权威在圣经那里, 所以当我们提到, 教会要做一些事情, 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拿回一本圣经出来, 究竟圣经怎么看呢, 圣经是否容许这样做呢, 圣经应该这样走呢, 但是有一堆东西其实是很争议的, 这堆东西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可以争议的, 但是对我来说, 读过这么多年神学之后, 我发觉原来, 当你读了整个教会历史, 这二千年的历史里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是华人教会很强烈, 认为对的事情, 所以我记忆都告诉你, 我相信的, 但是我也这么说给你听, 圣经有不少的经文也真的说, 你得救了就不可以得救的, 特别是希伯来书有六段经文, 是告诉你, 你信了耶稣之后, 有机会不得救的, 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去认识你的信仰? 你愿不愿意真正来到你的信仰里面, 去认识这位神? 有一天, 如果你再不在你的信仰里面走下去的话, 顶尖你小心, 负罪的制就没有了, 所以保留很严重地说给你听, 你不要以为你回来教会, 坐在那里, 信了主, 持守住, 你就以为你一定得救, 不是的, 这是希伯来书所说的, 所以我们就说, 原来有些地方还有些争议的, 主要来的事件的次序,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当次序, 千禧年是最明显的讨论, 和是一个辩论的方式, 即是说什么意思呢? 有人信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 有人信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才来, 有些人认为根本没有千禧年, 但如果你看看《啟示录》20章的时候, 他又提到千禧年之事件, 究竟怎么解释呢? 原来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有不同的解释, 可争议的, 洗礼, 聖餐, 大家来到教会里面, 究竟聖餐应该一个月11次, 剩一个星月11次? 大部分现在教会都一个月11次, 不过你不知道知不知道, 所有的基耀派教会都是一个星月11次的, 很多教会是一个星月11次的, 究竟谁是对的? 再问, 聖餐饼, 你看到先头, 我们聖餐饼的时候, 每人一块的, 是不是? 究竟每人一块, 只用一块剔开呢? 因为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有些人强调身体只有一个, 它就强调, 所以我们的鸐饼是一块饼撕开的, 你留意一下, 和鸐鱼饼不同, 那谁是对的? 慢慢讨论这些, 昨天我们才有浸泥, 你知不知道原来浸泥也有很多方式? 不是的? 向前浸, 昨天我们说过, 缸的水不够深, 所以你看到我们是向前浸的, 是吗? 其实有动作的, 要教定它, 向前浸都会跌倒的, 是吗? 踏前一步, 那人跪下, 然后就跑下去, 你有没有留意以前的人浸泥是怎样的? 向后浸的, 浸泥之后, 发觉牧师越来越老了, 又不够力了, 又怕, 因为他续亲了, 于是找到一个人的符, 找到一个人的符都危险了, 那也是向前了, 早期教会第一世纪是向前浸的, 如果你看看第一世纪的浸泥, 是很不同的做法, 今天在不同的教会里面, 甚至不用浸泥, 有些用军期泥, 有些用洒水泥, 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在书, 那谁是对的? 你问这个问题, 原来又有你自己的看法, 我都有我自己的立场, 我都有自己的看法, 正如你有你自己的看法一样, 所以在罗曼书十四章开始, 保罗就很强调, 有些是可争议的, 有些是无可否决的, 基要的信仰的观念, 有救恩的观念, 是这样的情况里面, 如果你跟人相处, 有些人不跟你的意见, 有些人不同看法, 究竟作为基徒应该怎么回应呢? 所以我们说很简单, 在三点里面, 保罗总结了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提议三方面大家的形式, 第一方面, 第一, 你没有责任去指证其他人的, 这段经文就很有趣了, 原来一个基徒成熟的印记是什么? 如果你说你是基徒,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基徒?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不是所有, 因为我自己觉得最准确是什么? 最准确的, 最成熟的表现的感据不是这段, 最成熟的感据的表现, 就是什么是真正基徒最成熟的表现? 圣经里面说, 人如果在说话里面没有过错, 我呢, 告诉你, 你成不成熟就是什么呢? 是能够听别人的意见, 那些意见是跟你不同的意见, 而那些人说的跟你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你不因为这样跟他争论, 这个是罗马书十四章, 他所表达的很重要信息, 就是说, 有些人看这日比较强, 有些人看那日觉得好些, 哪样好些啊? 所以你发觉到, 我们学会去接纳其他人那边, 他就说什么呢? 好像选总统那些, 或者选总理那些时候, 他变得很严重, 或者几乎反面了, 选完之后又怎样? 很有礼貌, 握手的嘛, 去支持的嘛,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有不同的性格的人, 拗叫的分量也会重, 就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说, 我们会用一种行为性格測試, 我们说通常会分成四类人, 有些人是很强调主导权的, directive的人, 有些人很多东西说的, interactive的人, 有些很有支持力, 很强的人, 有些是完美主义者, 但如果我是一个, 是主导性很强的人, 我就会很波士型, 我说话都很硬, 有些是一个支持型的人, 说话都会柔软一些, 但是完美主义的人说话就没有信心了, 所以你发觉到, 在圣经里面告诉你,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我们尝试学习接纳其他人, 不是基要的教育问题的时候, 只是说崇拜, 你知不知道以前的崇拜和现在的崇拜很不同? 你们问一下, 回了教会30年那些, 举手, 有, 我看到, 30年那些, 我也是, 我想应该40年了, 回了教会这么多年之后, 你有没有发觉, 港台上面有什么不同的? 以前的教会的港台上面是什么? 一定有个台在这儿, 一定有个港坛在这儿, 你知不知道港坛中间是放什么? 现在就power point, 以前是一个祭坛, 一定是祭坛, 有两种摆法, 港道的港坛, 要是放在旁边, 要是放在中间, 有意思的, 你知不知道, 你去圣公会那些教会里面, 那个牧师穿着袍是红色, 白色, 什么色, 都有意思的, 蓝色, 也不同意思的, 挂着带红色, 白色带, 也有不同意义的, 所以你发觉到, 原来在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教会, 也有不同的方式, 弟兄姊妹, 她就说, 你没有一个责任, 去指正每一样东西出来, 因为你有你的看法, 人也有人看法, 如果你这样去指出, 你自己的看法的情况里面, 你要留意一样东西, 你要根皮力尽, 因为你指极, 对方都不会明白, 明了那个就不是他了, 另一方面, 你也会失败,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 将你的立场, 去塞给对方, 重点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原来不是去指正对方, 即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核心的要义, 不在意义, 所以在第四节, 他就这么说, 你是谁呢? 竟然评论别人的家努呢? 他说站稳, 或者跌倒, 即是说, 你觉得他这样做法, 就跌倒了, 在信仰里不行了, 又或者你觉得他这样做法, 这样才可以的, 这样做法你就跟从主了, 不这样做你就不跟从主了, 圣经就说, 弟兄姐妹, 你留意, 都不过他自己主人的事, 这个人怎么做, 是主人的事, 谁才是主人? 他或者站稳, 站稳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行事, 不过因为主能够站稳, 所以我们需要为每个弟兄姐妹祈祷, 求主在他生命里面继续坚固他, 让他所走的里面有主保守住, 这个才是更加重要, 即是说, 在我们有不同的立场, 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保禄的意见就说, 弟兄姐妹, 他有主耶稣基督, 是他生命的主, 带领着这个人, 既然有生命的主, 带领着这个人, 你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不断的为他祈祷就可以了, 你可以有一个想法, 或者是什么想法呢? 就是等神对付他, 你搞不定, 等神对付他, 他们是神的责任的话, 不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发觉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在那些讨论区, 看别人讨论的时候, 那些人是很激烈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讨论, 是做泰国餐的讨论, 但是无聊的, 看下这些博客看看, 他说如何做泰国餐的好味道, 那些博客, 那讨论一下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 你这样做法, 越做越差的, 你这样做法, 是做得不好吃的, 然后讨论再严重一点, 就是什么呢? 你再这样做, 你老公会跟你离婚的, 可以讨论一下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 就因为慢慢已经将自己的情绪, 将自己的看法放进去, 所以你发觉到, 我们不是去指正其他人, 当有不同意见, 你尝试尊重,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相同, 不过尊重你的观点, 这个就是成熟的表现, 我们不相同,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完全相同, 有些地方会相同的, 有些地方会不相同的, 在不相同的地方里面, 你要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学会, 我们虽然不同, 但我尊重你, 仍然你有自己的看法, 保罗话, 第十节, 我是你, 你, 原文比较重一点, 为何评论你的弟兄呢? 其实包括姐妹, 还有你, 为何藐视你的弟兄, 藐视你的姐妹呢? 我们都要赚在神的审判台前, 你记住, 原来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在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听, 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接我们回到天上面, 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在这个末日迷钟里面, 我解释过的了, 到将来的日子, 哪些人才被提? 是呀, 信主而死了的人, 才会从死里复活, 被提到天上面, 而我们这些, 信了主还未死的人呢? 就会被提, 不过被提会撞穿头的, 所以圣经里面就说, 你先身体改变, 身体改变, 变成一个可以穿墙过壁的身体,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然后接着就会突然间被提, 在被提的情况里面, 上到天上面, 所有基督徒, 即是说只是基督徒, 被提上天上面, 会做一件事件, 做什么事件? 第一件事件, 是呀, 好不好意思, 原来你, 我第一件事, 回去见天父的时候, 是审判了, 所以这些圣经说, 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 既然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给钱乱断, 要下定决心, 不要半倒弟兄, 或者让人跌倒, 不要让人, 会加强他的脚步, 不要让人在信仰成长里面, 停顿下来, 要在信仰成长里面, 不断地去成长起来, 其实这个就是, 上两个星期, 我去了加拿大, 多人多探望我哥哥, 顺便去教会正道, 在教会里面, 帮他们讲一个讲座, 其实都是讲这个, 门徒训练里面的, 个人成长, 是我们教会里面推行的事情, 其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去几天, 我哥哥刚刚在我去那几天里面, 突然间脚痛, 他仍然要回教会, 要正道, 我开始推一下轮椅, 推一下他回教会, 去到教会的情况里面, 很有趣, 特别是星期日那天, 我很深刻印象, 因为他还是跌下跌下回去, 当弟兄姊妹见他跌下跌下回去的情况里面, 其中一个退休医生, 就立刻跑出去, 帮他买个拐杖给他, 跌下跌下跌下, 跟着他这样说, 他说, 因为我退休, 我没有排医生来的, 所以开不了药给你, 不过他就立刻帮他打很多电话, 当午饭的时候, 我还见那个弟兄, 个个人在吃东西了, 他还在按电话, 因为原来, 星期日很多地方不开门, 在那区城没有人开门, 直到打到那个电话, 就说我找到了, 那一刻, 在旁边打半个小时的车程, 去过那区, 于是呢, 在吃完饭之后, 他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 车我车我哥哥去看医生, 整个下午, 整个下午搞到四五点, 有一两点搞到四五点, 所以就发觉一件事, 他去了自己的工作, 因为他跟他太太, 就是另一个弟兄, 他跟他太太, 在澳洲间银行里面做, 那星期日那天没工作, 不过他就需要处理回家里面, 清洁家里面, 因为呢, 好不错我呢, 想着呢, 去到加拿大那几天, 应该是热天来的, 热天的意思不是落雪, 谁知道呢, 去到的时候落雪, 那外面呢, 零下两度, 幸好我走得快, 因为我走那天零下十二度, 所以走得快, 不过呢, 就真的很冷很冷, 澳洲都有一到两度, 但那一到两度真的冷很多的感觉, 不同的感觉, 大家是见到, 一班的弟兄姊妹, 在当中的协助, 有些帮助, 有些支持, 是很不同的, 我们不是真考在那些, 不同的地点里面, 我们在共同点里面, 大家一起建立大家, 所以第二方面, 你虽然没有为其他人有责任, 不过你有为自己有责任, 保罗提出他的真意之后, 他就说, 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 有人认为每日都一样, 每个人都确信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有些人这么看, 有些人这么看呢? 保罗提出一件事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要告诉你, 你听, 弟兄姊妹, 你不要惯性做法, 你作为基徒, 你不要惯性做一个基徒, 你作为一个基徒的时候, 请你不要自以为是, 你信了十年之后, 你这样看法, 你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作为基徒的时候, 每个星期回来崇拜, 不过, 如果有一天, 你变成惯性, 你心里面就麻木了, 因为你再没有反省能力, 你再不去反省, 为什么你回来崇拜? 你回来崇拜的时候, 你再不反省, 为什么你做基徒? 你回到这里的时候, 你再不反省, 究竟你所想的, 你所信的, 有没有问题? 这就有问题了, 这是保罗所提的重点, 即是说, 原来, 在以往里面, 你认为, 现在是这样做好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信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改了的? 你信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立场也会变过的, 当你做了几年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你也会再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你的知识, 你的明白, 你的探讨越来越深了, 你就会有自己的转变, 所以保罗说, 弟兄姊妹, 我不希望你做的事, 在教会里面做的行动, 是出于惯性, 只是实行了你基督徒的义务, 你的奉献, 是基督徒的义务, 但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去对神的献上, 来到崇拜, 来到唱诗歌, 不是口头的唱诗歌, 而是从心底里面, 经常思想, 原来我们正在称重我们的位置, 所以保罗就说, 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详细考虑各样事情, 因为决定你最对的, 你就应该走下去, 因为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 要负责人, 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事, 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会告诉你, 他喜欢守崇拜, 但是他希望那些崇拜有多些仪式, 你会听到另一些人这样说, 我不喜欢那么多仪式, 我喜欢轻轻松松, 自由自在, 因为那么多崇拜的规条, 不是我想做的事, 保罗就告诉你, 弟兄姊妹,你搞错了, 教会里面存在分歧意见, 是可以的, 不过, 请你记住, 确保你自己想清想错, 确保你自己在信仰里面, 看清圣经是这样说的, 然后你才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一说这个是你自己的看法, 因为圣经的看法,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 人不看圣经, 然后觉得自己说的就是真理, 我们最高的标准, 最高的权务在圣经当中, 当你去看圣经的情况里面, 然后你说, 我从圣经这段经文, 这一节里面提我们, 我们应该这样做, 我们只应该继续反省, 应该这样做, 所以我经常都说, 弟兄姊妹, 当你有立场有意见, 好的, 因为圣经要求你有立场有意见, 圣经要求你真的认真反省, 你是不是这样信仰的, 但当你有立场有意见的时候, 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圣经是哪里这么说的, 圣经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的, 可不可以举着圣经出来提醒呢,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保罗说, 确保通过你自己的思想, 来对思考,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因为信仰不是罐头信仰, 什么意思不是罐头信仰呢, 你不是我和我不同的, 你不是祷母出来的, 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神也做你, 每个人都不同的, 神有意做你不同的, 既然是这样说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于是他就开始举出祭偶像之物, 这件事件了, 他就说, 有些偶像见过, 不如问问大家吧, 拜过皇大仙的祭物, 或者拿过上山拜过祖先的祭肉, 可以吃吗? 可以, 有些可以吃, 这个证明大多数是可以吃, 有些不可以吃的, 那些不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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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没有发觉, 圣经里面有很多题, 就是猪血, 听过没有? 有看过这样的圣经吗? 猪血可以吃吗? 这个似乎是中性的一些,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 血是大人的生命, 所以不吃的, 你记得吗? 再推论下去就有很多东西了, 基督徒可否打麻将? 可以, 基督徒可否去赌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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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觉到, 如果你这样推论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留意到很多特色, 有很多特色是什么呢? 他说, 有些人认为, 欠过偶像的肉是不能吃的, 但有些人, 信心坚固的人, 他就觉得我可以吃的, 所以原来圣经说, 吃不吃都可以的, 猪血吃不吃? 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 吃不吃都可以的, 再推论下去, 去赌场可以吗? 可以, 不过, 当然有条件, 不是下去博杀吧? 所以你发觉圣经里面, 跟着推论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23节了, 去到23节的时候他说, 但心存疑虑的人, 如果要吃就被定罪, 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信心, 凡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 那就大件事了, 他想说什么呢? 原来是按照你自己所研究, 按照你自己所看的情况里面, 你最后做的决定来的, 那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心里面有硬着硬着, 我觉得这个偶像的肉, 拜皇大仙, 我觉得吃了它不干净, 不过你又告诉我, 吃下去没有问题, 吃下去我都觉得不舒服, 那他就告诉你, 你死了, 真是死了, 那你怎么这么吃下去呢? 你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心存疑虑了, 你心存疑虑的话, 你自己定自己的罪, 这样就对这些软弱的人不能吃, 明白了吧? 即是说, 当你还在问, 基督徒可不可以打架? 不行的, 打架是一个赌博, 因为我们将这件事和那件事联系了, 一旦联系了的时候, 那我就说, 你不要乱来啦, 甚至上, 有时我就说, 有些人, 他觉得不行的, 接着你很信心, 很强, 你就告诉他, 可以, 没问题, 去吧, 不过, 跟你一起去, 他就死了, 那你就明白, 原来圣经保罗所提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有些人看那个人比较强, 那些人觉得不是这么看, 但重点, 你不是为别人去做一个责任, 你重点的责任是你自己, 他真的研究圣经, 他真的在圣经里面看到, 应该这么做, 当你确认了这么做的时候, 人都可以不同你的, 其实, 还可以不同的,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 你怎么做呢? 他说, 你仍然可以按照你自己做, 因为你所做的, 对如不合, 至有神, 在将来审判台前, 句句帮你供出来, 不过, 如果影响到其他信心软弱的, 影响到那些觉得不行的, 那你就大件事了, 所以我们只是为了自己, 在神面前负责任, 好, 所以说, 是, 是, 下一章, 所以最后一件事, 原来不是为人负责任, 是为自己负责任, 但你为自己负责任的核心, 不是为自己负责任, 你的核心是向神负责, 所以保罗就说, 他们对主负责, 所以让主告诉他, 谁是对谁是错, 不需要你定, 谁是对谁是错, 第十节就说, 记住, 我们每个人都亲自在神的审判台前, 句句公出, 第十节就说,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向神提供个人账户, 什么叫个人账户呢? 原来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看一件事的时候, 有人这样说的, 到时可能一个戏院, 或者一个电影, 将你一生, 由你出生到你死亡, 播一次, 可能在十秒钟里面全部播出来了, 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件, 将你做人的每一件事件, 都公开地播一次, 公开地播一次, 然后呢, 就在神面前再定, 这样做你对正错, 在这个问题前, 神提供赏赐, 提供个惩罚出来, 所以你发觉到, 最终我们去神, 又负一个责任, 所以很强的一件事, 如果有争辩, 保罗就说了, 争辩不是要争赢, 不是你有口才辩论得好, 所以说服到其他人, 你去争辩的时候, 亦都不是表示, 你对圣经更加熟悉, 你争辩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对真理更加熟悉, 甚至不是认为, 你这样做法, 就一定对了, 保罗就说, 原来所有的表达, 核心重点, 是得神许何, 得神称赞, 当你这样去做的情况, 核心, 不要在事那里, 所以说, 重点不是表明自己对, 这个就很重要, 不是表明自己对, 因为对错, 只有主人来定断, 重点是什么呢, 不是表明自己有更好的看法,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性格的人, 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人喜欢在家化妆, 一个小时才出街, 就像我女儿一样, 每次等她出街, 都很辛苦地等她出街, 但是, 有些人就像我儿子一样, 五分钟之后, 又起床, 开始出街了, 就开车了, 每个人的生活不同的, 所以说, 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 神体重的, 不是这些东西, 神体重的, 体重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神面前, 审判台前, 神会怎样跟你说, 当你所做的事, 神不会称赞你为真理而辩论, 神称赞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尊重人, 有没有怜悯人, 有没有爱心地对待人, 神体重的是关系的和好, 多于真理的辩论, 有一天, 我们去到神面前, 真理一定显明, 我们有一天去到神面前, 我们每个人自然自己向神教掌, 我们去到神面前, 我们是我们的主人, 帮我们每个人, 神也说, 他会坚固你的心, 让你所愿的成就, 但核心是一样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 在我们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里面, 我们会不会, 大家都互相扶持, 在主里面的道路里面, 一起行走, 让神的名德最荣耀, 就重要了, 所以, 罗马书最终的一句, 他说, 基督徒的生命, 是爱的生命, 成熟的标记, 是在讲你怎么对人, 不是一个闭关式的基督徒, 没有个人闭关基督徒, 这个从来不是圣经所说的, 基督徒说的情况, 都是在讲我们怎么走出来, 服侍其他弟兄姊妹, 我们在讲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怎么走出来, 去服侍我们的主, 当我们在讲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怎么摆下自己, 犧牲自己, 去写命为多人的属家, 这是基督作为救恩的榜样给你的, 既然基督作为一个榜样给你学习, 弟兄姊妹, 你有什么时候放下自己呢? 你放下自己的立场有多少呢? 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呢? 你又愿意用自己的时间, 帮助人在主里面成长有多少呢?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都很微笑, 但是神仍然用你, 神仍然用我, 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成熟的标记, 是指我们怎样对人, 怎样对事。 所以总结来说, 是什么呢? 神期望你融合和人相处。 实际上, 我们不是一个祖母做的, 但是我和你, 可以一心一意, 在神面前继续成长。 如果当你认为都是你对的话, 你记住, 你没有责任去指证人。 你既然对, 就对自己负责。 你对的东西, 按照你所对的东西去做。 但是最重要, 你记住, 你每做的一件事, 你每说的每一句话, 在神面前, 在审判台前, 都要句句公出。 因为你最终向神负责。 所以在神面前, 祂最喜欢说的一句, 重点是什么呢? 彼此相爱。 所以罗马书12章到16章, 讲到这么多, 讲了好几堂了。 其实总结第一句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 只不过, 保留在这段经文里面, 很强的一件事, 怎样相爱。 我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 能够实践保留在罗马书12章到16章所说的。 弟兄姊妹, 因为众人见到你们作为基督徒彼此的相爱, 众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 众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 在低头是基督徒。 真爱慈悲主, 我们在这里做一次仰望。